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韩女团抽洗蔡依宁服装 12月2号,中国大陆独立设计师品牌Windows Zen 在官方微博发文指控 女子组和Everglow刚发行专辑中海盗的NB中 出现了与品牌Windows Zen类似款式的紧身胸衣 对于这个现象,我很失望跟疑惑 因为这款书生衣是我们在2020年 为蔡依宁巡回演唱会创作的定制单品 我们希望过一艺人工作室在看到这条信息后 立即删除由此服装露出的所有镜头 并给出相关回应跟解释 否则我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 目前Everglow的所属工资还未做出任何回应 这也太像了吧 这种事情已经很久了 除了Everglow,其他很多组合也会这样 尤其是在年末舞台 最近这种舞台影片会马上上传到网上 散播到全世界 真搞不懂为什么还会有勇气这样 MV服装先抄袭后 如果没被发现就占到便宜了 被发现的话,就私底下去和解的情况很多 不管怎么样,结果是成员们被骂 希望公司能好好工作 Ive决定修改首饰 前几天因为与Everglow问候与首饰相似 而引起任意的新人女团Ive 今天所属公司正式声明 公司事先没有认知到与其他组合的首饰相似 之后将会更改问候与首饰 对此争议真心的道歉 以后会更加注意的 哦,回应好快 这样正式发表声明有点神奇 一般在新人时期 问候与的话都会悄悄的去改变而已 我是Ive粉丝,做得很好 没有必要因为问候与被抓把柄一直被攻击 Blackpink世界纪录 Blackpink官方YouTube频道的订阅数突破了7000万 创下了全世界已然最初也是最多订阅数的大纪录 Blackpink在2016年6月28号开设YouTube频道之后 仅仅花了5年5个月的时间 相继超越了Ariana Grande Ed Sheeran Justin Bieber等 成为全世界订阅数最多的艺人频道了 恭喜Blackpink 几乎没有完全体活动 人气还能这么上升 真的好神奇 所以赶紧完全体活动吧 完全体最新曲是去年发现的Love Sick Girl 这像话吗? 搬到SM娱乐旧址的Fantajio Astro Wikimiki的所属公司Fantajio 将公司搬到SM娱乐之前的办公大楼了 这里是SM家族粉非常熟悉的练习室 大楼广告屏幕也在播放Astro Wikimiki的影片 然后SM呢?搬到真正有云朵背景的练习室了 哇好神奇 听说Fantajio只使用大楼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还在出租 因为是同行所以不需要做太多装修 所以感觉很好 忘记得奖感应的呼吸 男团Seventeen在2021AA颁奖典礼 获得了年度歌手奖 而在发表得奖感应的时候 成员呼吸忘记得奖感应的部分 让很多网友们都微笑了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呼吸也上传了道歉文跟照片 KKKKすいません太可爱了 哇怎么办好可爱看成员们在旁边笑的样子 啊真的超可爱 影片很洗脑所以想要一直看 那我们也来再看一遍吧 提到新拉面的旁贪V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一般在韩国电视节目里是不能直接说出品牌的名字 但是VLive的话其实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不可以直接说品牌的名字 所以当V说到新拉面的时候 V自己挡住嘴 穷骨愣住 其名则是回避了 在VLive直接说出品牌名字其实是没关系 但是因为防弹只是提了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会很小心的吧 表情太好笑了 挡住嘴的V 转头的几名 世界末日的成果QQ 没关系广告主们应该会在家拍手跳舞的 然后在新拉面时间没多久后 V说了 最近接吊壳了 开始哼粉达了 又提到粉达了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